自6月份以来,网贷经历了自行业诞生以来,极不寻常的50天,随着大量平台出现对付困难,那年的现任危机正对网贷行业整体,甚至是正常经营的网贷平台,带来越来越大的冲击。 而各地网贷行业自律机构及网贷行业从业者,开始失策以及几乎,呼吁投资人理性看待网贷行业风险,尽管将马一致恐慌,网贷行业的风险仍在持续发生,据01数据不完全统计。 7月1日到7月22日,全国至少有98家平台出现问题,涉及贷款稳金至少的489亿元以上,其中,利安或竞争进入的平台占到19家,清盘46家,讨路或是连12家,贴业停业3家,并构重组一家。 另外,27家平台出现部分项目逾期,或暂停发标,仅仅上周7月16日到7月22日出现清盘,利安等问题的平台共计29家,为防止这股包冷潮带来的恐慌情绪继续蔓延, 多地护金协会在近日出台了相关措施,以替正保贷投资人信心。 7月16日,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,在北京组织召开了专题座谈会,为促进互联网金融规范健康可持续发展, 换彻落实全国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,进行下一阶段工作部署和要求。 在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生的同时,包括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江苏等地的互联协会, 也先后集体发生,就当向互联网金行业所面临的处境做出指示和部署。 一、呼吁各方假打对网贷平台失信人的处置力度,鼓励网贷平台积极应对恶意攻击行为。 二、呼吁网贷平台严守监管规定,强化合规经营。 三、要求平台评估风险,制定风险预案,引导力退出网贷业务的平台, 以把合规退出,由胜劣态回归本人,针对此次网贷行业风险集中爆发。 从第三方研究机构的总结情况来看,这些人更多是行业发展,由胜劣态的结果。 而非行业风险增大,以往平台不合规,存在虚假标币、自容、非法集资、资金学等违规借务占主流。 但此次爆雷潮中,也存在不少平台大规模挤兑,致使资金链出现问题不得不退出, 还有部分借款人还款意愿不足,甚至趁机恶意逃费债,恶意举报平台,先计恐慌,以此逃避还款。 至此多事之秋,不少护金平台发生,月信集团局自理财总经理工程,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,价值回程的过程, 这次行业震荡,也为日后建立规范的行业秩序,让P2P真正发挥信息中介的价值奠定了基础。 在这种背景下,资产清晰透明,风控,严格审慎,年首和规底线的平台将获得更多认可,投资者也迎来更加健康,开放的挡带投资环境。 不必过于恐慌,性而附相关负责人称,从近期爆雷的平台来看,绝大多数并不是真正的P2P, 而是资荣或者投向了在额企业带,房地产本项目,并不符合P2P小额分散原则的特性。 若真正做到了小额分散,即便有人逾期,但总体来说属于可控的概率事件,是时候回归本源, 踏踏实实回归小额不惠金融服务。 作为从业者,现在的我们比任何时候,都更加具备信心,往代行业未来的发展会更好。 工程则表示,待行业稳定发展后,未来整个行业可能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。 一是有场景的消费金融成为主流,二是金融科技,尤其是人工智能,加得到广大应用。 三是金融科技公司,将与银行深度合作,在这三大趋势的带动下。 消费金融将对消费和实体经济发展,形成更强的拉动效益,并让中国逐渐占领世界普惠金融发展的前沿高地。 事实上,相比于在专项风险整治之前,现在网败行业的整体风险水平,已经明显下降。 2016年,国务院办公厅下包互联网金融风险,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。 专项整治为期一年。 同年,银监规等四部委公布,网络借贷信息,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,简称暂行办法。 由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负责备案登记,有数据显示,专项整治以来,共有5074家从业机构退出。 不合规业务规模压降4265亿元,而至深圳护金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。 截至2018年6月末,辖区内整改类P2P机构的不合规业务,预额将整改初期下降87%。 本文字正确预报,更多精彩资讯,请来金融界网站www.grjcomcn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